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马小姐一家住在克拉科夫 开了五个多小时车 来这里接乌克兰的朋友一家人 只是从早上等到中午 一直等不到朋友来到多罗胡斯克 忍不住难过落泪 波兰政府指出 从波兰涌进乌克兰的难民人数 来到一百七十万人 从多罗胡斯克入进波兰的难民 大部分会坐车来到海乌姆 这座收容中心暂时休息 我们现场观察到 这处军方运作的收容所更一化 由以色列的IT团队在场设计城市 难民的收容人来自的国家 还有车号都能够一目了然 便于后续追踪 不过部分民众对政府收容政策感到不安 还有没有余力维持自身国家发展 恐怕是鱼与雄长不可兼得 以上是华市记者吴宪昌陈一伟 在波兰东部大城海乌姆的采访报道